看到这幕心都凉了 停在机械车位上层的休旅车 铁板从中间反折隆起 变成倒V型 另一边还整个翘起来 整辆车倾斜 甚至都看得到停在下层的白色轿车 车主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先拍照存证再打电话求助 说真的是吓风了 亨达CRV车款重量大约1500公斤 一般机械停车位限重 约落在1800公斤左右 有些休旅车专用的机械车位 甚至可以达到2000公斤 机械停车位都会有这样的标示 告诉你这边的规格 但是随着使用时间越久 它的负重能力可能也会下降 除此之外 另一个可能原因是油压缸漏油 导致施压不平衡 车台持续上升 造成结构挤压回损 很像在机械疲劳这一方面 因为是涉及疲劳 所以它的征兆比较不容易看得出来 原则上只能靠加强维护保养 然后提前发现 或者就是一定的周期进行太久翻新 机械停车位的确出过不少事故 有些是压毁车子 有些甚至造成人员伤亡 定期保养只是降低事故发生率 但机器不确定性仍然很高 如今又出现铁板倒V 民众对于机械车位的疑虑又在加一 TVBS新闻成员人吴亚太阳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